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次香港区议会的选举 虽然说不能直接改变香港政府 但是对香港政府的公信力造成的冲击力是非常巨大 因为这次有70%以上的超高投票率 等于就是一次全民公投了 所以等于是香港人这次是用选票就表明了他们对香港政府的态度 过去香港政府还可以用什么沉默的大多数作为一个借口推托 他说香港民主抗争的只是少数人 大多数香港人都是支持政府的 至少是中立的 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 那么这次香港的区议会的选举结果 就迫使香港政府他再不能有一个什么沉默的大多数作为借口了 他就必须承认大多数的香港人是反对他们的 这样一来呢也就逼迫香港政府啊就必须要明确 第二个呢就是香港政府来重视这一次香港选民的民意 用妥协退案的办法来解决香港问题 这个呢就是一个和解的路线 根据今天香港媒体的报道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示说 香港政府正在考虑成立独立检讨委员会 它是作为解决香港问题的一个方案 虽然林郑月娥说的这个独立检讨委员会和香港民众要求 那个五大诉求当中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呢 可能还有一些不同之处 但是呢独立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委员会 它是独立于政府的 它并不是一个政府操控之下的一个机构 只要是一个独立于政府的机构 不管是它调查也好检讨也好 那基本上可以说可以满足大部分香港民众的要求 这也就是说呢 香港政府啊是准备要答应香港民众五大诉求中的第二个要求 就是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这个呢当然就是说香港政府要准备对香港民众做一个重大的妥协退让 也就表明香港政府啊 似乎他们准备要走一个和解的路线 就是用妥协退让的方式来解决香港问题 不过呢 目前只是林郑月娥个人做出这样的表态 这个呢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是林郑月娥和北京已经进行了沟通 北京已经同意林郑月娥向香港民众做妥协让步 同意林郑月娥成立这个独立的所谓检讨委员会 第二种可能性呢 就是林郑月娥还没有和北京进行沟通 就是说这次呢是林郑月娥自作主张 她先放这样的话出来 就是要倒逼北京来同意在香港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 就在刚刚不久之前呢 林郑月娥在脸书上就对她说的这个独立检讨委员会 做了进一步的说明 她声称啊这个独立检讨委员会叫做对事不对人 她只是调查事情不调查人 从林郑月娥这个说明来看啊 好像这件事情呢还没有经过北京的同意 所以呢林郑月娥把这个事情啊就说的很含含糊糊的 林郑月娥说的所谓对事不对人 你既然是一个事情必然会牵扯到很多人 牵扯到很多人的责任 这个事情和人啊本身你是很难把它分别开来 单独来这个所谓叫做检讨这些事情 所以说你只要开始一个独立的调查 你事情和人那本来是不可能分开的 所以林郑月娥把这个独立检讨委员会说成是一个对事不对人啊 故意她是这么说 就是故意要把她的这个功能啊说得很含糊 其实她就是要等待北京方面的同意 等了北京方面有一个同意之后 她再给大家一个明确的说法 那么这一次香港区议会的选举呢 对北京特别是对习近平造成的尴尬程度 要远远大于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因为过去林郑月娥对香港问题一贯也是比较低调 她也没有什么喊打喊杀放狠话 所以让林郑月娥放下身段 对香港民众妥协让步 这个困难呢倒不是太大 相反啊北京这个宣传媒体在这段时间里 对香港的反对派民主派是喊打喊杀 什么最后底线了 无退可退这张最后的狠话都喊出来 所以在这么一个放了这么多狠话情况下 你再要让北京习近平放下身段 向香港民众妥协让步 这个困难显然就要大很多啊 首先你习近平的面子往哪放就是一个大问题 那么北京会不会同意香港政府进一步 对香港民众做出妥协退让 我们这里就看一下北京对这一次香港区议会选举的新闻报道 在香港的选举结果出来之后 当天北京的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里面 只字不提这一次香港区议会选举的新闻 北京的新华社虽然做了一个非常简短的报道 说是报道了香港举行区议会选举这件事情 但是对这个选举的结果是绝口不提 因为这个结果对他们太难看嘛 当然也就不能提了 那北京官媒这样的新闻报道啊 就是表明这次北京又回到了过去的那个鸵鸟政策 我们看今年6月份的时候 香港刚开始爆发反送中运动的时候呢 北京官媒就是使用鸵鸟政策 对香港发生的几百万人那个大游行啊 他是绝口不提不报道 不过北京这样的鸵鸟政策呢 其实还不至于引起香港人特别大的反感 可是后来北京官媒搞的那个宣传方式 就一改过去鸵鸟政策 改了一个积极进攻的政策 他们就开始高调报道香港的紧密冲突啊 而且还把这个香港的民主抗议人士啊 作为他们的敌人破口大骂 这样一来呢就激怒了香港人 造成了香港问题的进一步升级 所以说呢 北京官媒对香港的民主抗议人士的谩骂 把民主人士当作他们的敌人呢 是这一次香港问题不断升级的重要原因 那如果今后北京又退回到过去那个鸵鸟政策 那么就是北京对香港问题啊 再次我们就不报道了不平顿了 这样呢 其实反而可以减少北京和香港民众的冲突 这样对于香港问题的和平解决呢 其实反而是一个好事 现在啊香港林郑月娥已经显示出来 就是一个比较妥协推让的态度 就是表示啊 他有采用一个和解的路线 就是用妥协推让来和香港的这些民众抗议人士啊 妥协推让来用和解解决香港问题 可是现在北京的态度呢 还是不太明朗 不过呢 北京的问题其实关键就是习近平的问题啊 因为这个香港问题怎么解决就是落在习近平身上 也就是说这一次香港问题之所以爆发 其实就是因为习近平的个人原因所造成的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香港的所谓一国两制 也是可以说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的一个奇葩的制度 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 那么香港这个一国两制怎么操作会不会出问题 那在香港就是1997年回归的当初啊 人们都是非常担心的 也就是说在香港1997年刚回归的那个最初的几年 其实是这个一国两制最容易出问题的时间段 因为当时北京和香港政府对这个一国两制怎么操作 一点经验都没有 所以很容易出乱子很容易出错 而且呢当时香港人民也完全没有这个一国两制的经验啊 他们对一国两制也不适应 正因为这些原因在1997年香港刚回归的最初几年 如果是那个时候香港出现几百万人的抗议示威游行 可以说是一个完全不奇怪的事情 所以在当时很多西方观察家 在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 他们都预测说是香港回归之后必然要出问题要出大问题 可是呢让人们感到意外的是啊 香港回归最初几年可以说最容易出问题的时候 反而是非常的平稳风平浪静一点问题都没出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 1997年香港刚刚回归的时候没有出问题啊 应该是当年江泽民朱镕基的那一届政府 在香港问题上处理的还是比较好 如果当时是习近平执政掌权的话 那香港回归的时候就已经要出大乱子 到今年2019年那香港回归已经是22年了 那么香港和北京他们就是香港政府和北京 他们操作一国两制都已经说有了比较成熟的经验 香港人民呢经过22年在这个一国两制之下生活 对一国两制也有了比较大的适应性 所以在这个时候按理说香港不应该再出大问题 如果是有什么外部的因素 比如说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造成香港出问题 这个还是情有可原的 可是这一次香港问题的发生是没有任何的外部因素 完全是内部的因素所产生的 北京的官媒声称香港问题是美国英国这些西方国家煽动起来 这个说法呢完全是毫无道理 因为为什么说美国他们在1997年香港刚回归的时候 他们不煽动 非要等到香港20日回归22年之后他们再来煽动 所以你稍微理性的分析一下 这样的所谓的把这个责任推到美国 英国这些西方国家身上完全是毫无道理的说法 香港是经历了江泽民胡锦涛这两届政府 基本上没有出大问题 到了习近平执政时候出了大问题 那显然这个责任就是习近平的责任了 所以习近平对香港问题负责 他必须是 他这个责任可以说是推脱不掉也是甩不掉的 有人说香港问题是邓小平和英国签订的 那个一国两制遗留下来的问题 所以呢 邓小平要对香港问题负责任 习近平是没有责任的 这个说法是完全没有道理 因为邓小平也可以说香港问题是慈禧太后遗留下来的 所以慈禧太后要对香港问题负责任 邓小平是没有责任的 大家都知道是慈禧太后在1898年和英国人签订条约 把香港租给英国99年 注意到1997年 慈禧太后在1898年和英国签那个租期99年的期间到期了 所以呢才有了香港的回归问题 如果说没有当年慈禧太后把香港租给英国 当然也就不会有今天的香港问题 所以说你要说这个慈禧太后要对香港问题负全责 其他人都没有责任 你说这样的说法是有意义吗 一个领导人退位或者退休之后 都会给后来的继任者留下一篇 就是留下一些不好解决的棘手的问题 这是一个必然的事情 那么继任者啊 他就有责任来处理前任领导人留下的棘手问题 你不能把责任推给前任领导人 说这个问题是我不管 比如说当年邓小平和英国签订一国两制的协议 他就是为了解决慈禧太后留下这个棘手的香港问题 所以邓小平其实他也是作为一个继任者 他来处理慈禧太后给他留下的香港问题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邓小平的责任吧 如果他处理好的香港问题是他的功劳 处理不好香港问题 当然他要对这个事情负责 如果说当年邓小平他处理不好香港问题 就把责任推到慈禧太后身上 这样的借口大家肯定是不能接受的 现在有很多人说邓小平当年不应该和英国签 这个一国两制的协议 应该弄一个一国一制 那么现在就不会有香港问题 但是为什么会有一国两制呢 其实这个问题其实最终的最初 还是当年慈禧太后把香港租给英国所造成的 所以就造成了香港和大陆分离 香港会有和中国大陆一个完全不同的体制 如果我们从历史上来看 中国政府其实有三次来解决香港问题的机会 第一次机会是1912年到时候辛亥革命 推翻了满清政府成立了中华民国 不过当年成立那个中华民国 它是一个很弱势的政府 他就宣布继承所有清政府和外国签订的条约 包括所有的不平等条约也都全部继承下来 所以香港也就按照清政府和英国签订的条约继续租给英国 第二次机会是1945年二战胜利 当时候中国作为战胜国 蒋介石国民政府就宣布 废除一切和西方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包括收回西方国家的租借 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中国国内还是有不少外国租借的 比如说上海天津那都是著名的外国租借 在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 蒋介石他就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就收回了上海天津这些外国租借 不过我们如果严格一点说 应该说在1943年 当时汪精卫委政府就已经宣布过 说收回这些租借了 香港的新借部分也是属于租借给外国的租借 那按道理说 香港应该也是属于回收主权的那么一个部分 可是当年英国在香港问题上是非常的强硬 蒋介石也是忙于内战 他也就没有工夫来解决香港问题 这样一来 那么香港问题 就是香港租借回收的问题就给拖下来 一直往后拖了 那么到了第三次呢 就是1949年 当时国民党政府败退到台湾 中共的军队如果那个时候强行武力回收香港 是可以做到的 不过当年毛泽东考虑到 他们现在这个共产主义的这个中国啊 还希望和保持一个能够就是跟西方国家有接触的窗口 所以呢 毛泽东他们是故意 就是把这个香港保留现状 他们故意不回收香港 后来呢 北京的中共政府和英国长期也没有一个正式的外交关系 一直是等到1972年 双方才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所以呢 在1972年之间那北京和英国也从来没有正式讨论过香港问题 因为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 那从1972年北京和香港 就是正式建交之后呢 按道理说 这时候可以开始讨讨论香港问题了 不过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态度啊 他是不急于解决香港问题 所以呢 在毛泽东时代 北京方面也是故意 他就避开不和英国谈香港问题 因为香港问题啊 你要想解决也是非常的棘手 所以毛泽东他也是故意避开这个烫手的山域 他是故意不和英国去谈香港问题 要留给后人去解决 那到了邓小平时代 邓小平他其实也是可以故意不谈香港问题啊 要把这个棘手的问题去留给后人解决 因为你香港问题你处理不好 很容易就扣一个卖国的帽子 邓小平的这个一国两制 虽然不能说是一个最好的解决办法 但是呢 他就是一个双方可以接受比较可行的唯一办法 我们看当年英国提出的解决办法 第一个办法呢 是继续延长香港的租界期 第二个办法就是把香港的主权和管辖权分开 英国把主权交换中国 但是呢 中国让英国继续管辖香港 英国方面提出的这两个方案 对于中国来说 那都是丧权辱格色彩很强的方案 当然没有中国领导人敢签这样的协议 所以邓小平提出这个一国两制啊 就是算是当时中英双方唯一可以同意的一个解决方案 所谓一国两制其实就是允许香港高度自治啊 我们看香港有自己的法律 有自己的货币 有自己的护照 这些都是一个独立国家才有的东西 由此可见香港的自治程度那是非常高的 虽然说北京在香港有驻军 但这只是一个象征嘛 因为香港基本法规定 北京的驻军没有香港政府同意的话 他们是不能随便进入香港活动的 哪怕是你这驻军到香港街头扫马路做点好事 那也是需要经过香港政府同意的 我们从1997年到现在22年 这个一国两制的结果来看 香港人啊 基本上他是接受了邓小平的这个香港高度自治的一国两制 特别是香港基本法还规定 未来香港可以实施民主直接选举的议会和香港特区领导人 如果说北京尊重当年的这个中英联合声明 一国两制的承诺 允许香港人将来直接选举议会和特区领导人的话 本来呢 香港不应该出现今天这样的问题 我们看现在香港人的抗议啊 他抗议的不是一国两制 而是抗议北京要收回一国两制 要搞一国一制 所以说香港人他可以说已经接受了邓小平的一国两制 他们也是赞成一国两制的 由此可见的香港出现的问题啊 根本不是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的问题 而是习近平他试图要否定和收回邓小平的一国两制 他要在香港搞和北京一样的一国一制 是这个问题造成现在香港出这么大的问题 那习近平为什么他要否定和收回邓小平的这个一国两制呢 这个就涉及到习近平个人的思想问题 习近平可以说是一个权力欲非常强的人 他要独揽一切的大权 习近平提出的党领导一切 东南西北中党领导一切 这就是过去中国皇帝的那个所谓普天之下墨碑王土 那个个人完全独揽天下一切大权的那种独裁统治的翻版 所以习近平就容不得天下有他管不到的地方 习近平的最高领导 最最高理想呢 就是他领导的这个中共这个政党啊 要把天下所有的万事万物都管起来 也就是他要管的这个所有的人包括世界上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啊 都要由他来管 所以说现在香港搞的这个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啊 就使得香港成为中共他们管不到的一个域外之地啊 这个和习近平要把一切都管起来的这个大统一 这个所谓的皇帝思想啊是格格不入的 所以香港这个一国两制的是高度自治 就让习近平非常不舒服 所以呢 习近平就要逐步的想把这个香港也纳入他们中共的管辖之下 也就是不再放任习近就不再放任啊 让香港来这么高度的自治了 他要逐步收回香港的自治权 要让香港啊逐步变成和中国一样的一国一制 这就是习近平所谓的皇帝思维 叫做卧榻之策 其中他人酣睡 从这个角度来看 香港问题要得到真正的解决 习近平是关键的问题 我们看现在习近平他的权领域是非常的膨胀啊 他就试图要否定和收回香港这个一国两制 他要把香港纳入他管理之下的一国一制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香港问题啊 不但没有办法得到真正解决 恐怕还要继续乱下去 所以说呢 香港问题怎么解决 关键呢 还是落在习近平身上 我们就看习近平他怎么办吧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